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甲青令贤主演的年代人物传奇剧《八方传奇》 目前正在央视八套电视剧频道《黄金强荡》 及搜狐视频热播 这部讲述男主角《未报复仇》 甲介抗日起匪杀《八方知名承杀汉奸》 以美满洲国参议员的身份 与日本驻兵岛县兵队队长斗智斗勇的电视剧 自开播以来就受到了各年龄段观众的广泛关注 开播首周 收视率更是屡创新高 收视飘红 观众口碑好评不断电视剧《八方传奇》 于5月30日20点30分分 在央视八套黄金剧场开播 据CSM全国网数据显示 《八方传奇》开播当晚 收视率就达到1.46% 随后 该剧收视率更是节级攀升 电视剧播出第五天 全网点击量就已经突破一亿 单集最高收视率达1.71% 赶超同时任则天气 《欢乐送2》等热播IP流量剧 拔的收视率头筹 笑傲晚间黄金等 首周末 《八方传奇》观众 关注度位0.19 0.21 仅次于《欢乐送2》 四美人流量热剧 之所以《八方传奇》一开播 就能收到广大电视剧观众的关注 一方面在于 该剧在拥有精良战争场面制作的同时 还充分尊重历史史实 做到故事节奏紧凑 缓缓向口 不少观众在看过几集电视剧后表示 电视剧《八方传奇》更像是一部 以抗日为背景的纯玄一句 而另一方面 除了精良的制作 最终 演员的精湛演技 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 一位90后网友 表示作为一个90后妹子 因为《八方传奇》的紧凑剧情与大格局 而开始追剧 剧中新老戏国门的精湛演技 让我彻底迷上了这部抗战证据 其实《八方传奇》的受众中 90后观众不在少数 不少网友们也都表示 这个年轻的制作团队 不仅仅是拍出了一部 让年轻人看得下去的抗战证据 更拍出了国产抗战剧的新姿态 内容为 王 好故事才是品质 剧保证电视剧《八方传奇》 由小说《沙八方》改编而来 虽然是IP改编 但为了能让剧本更具有戏剧性 剧中人物更加饱满 导演也竟跟他的创作团队 在剧本打磨上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在他看来剧本质量的优劣 是决定故事放下扎实与否的基础 而作为电视剧《八方传奇》制片人 出品方东罗传媒董事总经理董端端 对于该剧的内容呈现 也有着严格的把控 我们的故事背景 虽然发生在特殊的抗战时期 但我不希望给观众 呈现出来的都是 《国破家王》跟歇斯底里 相反 剧中人物要在狡猾与勇猛 严肃与幽默之间招持有度 我们在对故事的呈现上 一定要做到饱含抗战的惊险 和推理的烧脑等元素的同时 融入现实元素 让每个人物都能有血有肉 《八方传奇》不只是单纯的 个人英雄主义的呈现 其实它更像是我们对中国历史上 无数个普通老百姓 艰苦遮掘抗战 《之路》的敬畏 《八方传奇》一概传统 国产电视剧的拖延症 并且电视剧《喜欢摩羊公》的《陋吉》 围绕着谁是沙八方 进行故事的层层推进 在保持尽量快节奏的同时 又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剧情 跟剧中人物一起出色剥剪 挖掘事实真相 在紧张刺激又热血烧脑的氛围中 让观众看起剧来更加过瘾 电视剧《八方传奇》 由北京东轮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长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千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环球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叶景之导 刘欢 贾青 王全友 王子彤 朱峰等主演 有血有肉有故事 有笑有泪有情怀 目前 该剧正在中央电视台 央视八套 每晚十九点三十分 黄金墙荡热播中 责任编辑 王预言 分享 在香港阅读刘周成离开天狱 至上立刻想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网 一余乐六月六日报道 六月六日 刘周成在微博发文导师 自己将离开呆了十年的天狱 称恒感激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以及能够加入至上立和这个组合 他说几个成员都像他最重要的家人 他还表示 最近有人想要把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刘周成离开天狱 至上立和想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微博截图 据悉 刘周成因家暴仪式受到网友谴责 这是他既称轻 家暴仪式后第三次发布 刘周成原文 六月六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梦开始的日子 十年前这一天 我进入了天狱传媒这个大家庭 光阴四见我们一起在风雨里 迈过了一个年代 谢谢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这十年里最开心的是 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唱歌给喜欢我的人 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足够 更加让我这辈子 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 加入了一个永远值得我骄傲的团体 至上立和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 像我最重要的家人 尽管我们吵过闹过 但我们深爱彼此最近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人想把我们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我心里很气愤 很多话想说 不管我们未来的路会怎样 边走边唱 边走边看再会天日感恩 还有你baby回归跑拿团 若巴开心步 一个细节就反映出来 上周五baby一身粉红色裙装回归跑男团 生完孩子的身材 完全没变化 且气色红润好看 兄弟团的成员们纷纷表示欢迎 上前一一拥抱 自第五季开播来 baby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跑男上 对于他这次的回归 喜欢他的粉丝观众们肯定很开心 兄弟团也不例外 可是对于第五季刚加入跑男团的新成员 若巴来说呢 baby的回归会不会影响他的地位呢 在此之前 网上一直在说两人应跑男不和 baby回归 若巴肯定会退出 一时间两家粉丝开始的厉害 但这次若巴的一个无意之举 却把我给圈粉了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李晨和baby 两人举的雨伞比较高 站在中间的热巴 为了不会让雨水溅到他们身上 悄悄把自己撑的雨伞放低了 瞬间被热巴给暖到了有没有 baby终于回归 期待八个人的跑男团 刘州城离开天鱼 至上立刻想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网 一娱乐6月6日报道 6月6日 刘州城在微博发文导致 自己将离开呆了十年的天鱼 称恒感激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以及能够加入至上立和这个组合 他说几个成员都像他最重要的家人 他还表示 最近有人想要把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刘州城离开天鱼 至上立刻想家人 我们深爱彼此微博截图 据悉 刘州城因家暴仪式受到网友谴责 这是他既称轻 家暴仪式后第三次发布 刘州城原文 6月6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梦开始的日子 十年前这一天我进入了天鱼传媒这个大家庭 广阴四界我们一起在风雨里 迈过了一个年代 谢谢公司这十年的培养 这十年里最开心的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就是唱歌给喜欢我的人 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足够 更加让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 加入了一个永远值得我骄傲的团体 至上立和 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 像我最重要的家人 尽管我们吵过闹过 但我们深爱彼此最近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人想把我们这十年的努力毁掉 我心里很气愤 很多话想说 不管我们未来的路会怎样 边走边唱 边走边看再会天日感恩还有你